我把他这个字体再调大一些 这块咱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样用我的一个SKLearn 进行一个决策数的构造 然后咱们还要把这个决策数 给它进行 然后咱们还要把这个决策数 给它进行一个块块展示 就是你看在这里 我不是在这块画出来一个树文型吗 这个树文型是基于我的一个 圆语花的数据集去做的 然后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SKLearn当中 我们只需要装上这样一个插件 我们就可以去画出来 这样一个比较庞大的决策数了 其实就是树的大小 你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 怎么样构造出来的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给它画出来 首先导进来这些数据 不是导进来这些库 就为大家说了 就是一个Metplot 还有一个Pandas 一会儿我们还用SKLearn 在SKLearn当中 我们用到它的一个模块 就是你看这块有一个 fromSKLearn.datasize datasize里 它就包含了一些内置的数据集 因为它的内置数据集当中 用起来比较方便 所以说在这里 我就直接的把它的一个 内置的数据集给它 加上进来了 比如说在它的那数据集当中 它这块有一个房价的数据集 也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地区的 房子的价格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影响的因素 我想预测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 我已经是把它 就是这个数据 它有一个解释说明的一个网站 就是一个CMU 这个大学它去做的 这里它有一些简介 这个简介就不给大家一个句说了 咱们直接简单的先来看一下 怎么样用决策数 其实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当我们构造决策数的时候 用SKLearn这个库 它有哪些参数 这些参数是用来干什么的 咱们的核心并不是给大家去预测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参数该怎么样进行一个使用 然后这个数据大小 大概是有两万来条数据 每条数据它有八个属性 这八个属性当中就包含了是数的一些信息 数的一些信息到时候 不是数的信息 就是包含了这个房价信息 到时候大家自己去看这个网站 然后在这里我们只用到了其中的两个 就是我想看一下一个精度和一个纬度 对我结果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在这里我只选择了两个特征来用就可以了 具体的数据感兴趣大家自己去看 就是你看在这里 它有我们就用这两个东西 一个精度一个纬度 然后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收入 平均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大小 平均的一个卧室的数量 这些人口等等在一个地区当中 这些大时候感兴趣 大家自己去细看它这个数据集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用SKLearn构造出来这样一个数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在SKLearn当中导进来 我们需要指定的这个模块 比如说我们看在这里 fromSKLearn impart一下我的一个tree模块 在tree模块里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的决策数 进行分类也可以进行回归 也是可以的 相当于是预测类别值也可以预测一个连续值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里当我们用SKLearn这个库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两步 就是说第一步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模型给它实力化出来 在实力化数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传进来一个参数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里我传进来什么 maxdips等于2 相当于什么 数的最大深度是等于2的 也就是说当你在构造用SKLearn或者是其他库 不管是什么样的机器学模块 套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都需要咱们先把这个算法给这实力化出来 实力化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它所涉及到的参数都传进来 比如说这里我们传进来一个maxdips 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我的这个决策数当中都涉及到哪些个参数 建议大家就是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概述一遍吧 一共有那么大概十来个吧 但是常用的也就那么两三个 咱们先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说一下 第一个参数就是当我们去构造这个决策数的时候 我之前是给大家说了 我们有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可以用咱们的一个商值 也可以用我的一个经历系数 所以说在这里 这两个它是一个可选项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用什么 当咱们当做一个衡量标准 可以用经历系数 也可以用咱们的商值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有个3L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当你特征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从头到尾的进行一个便利的 从尾尾进行一个选择特征的时候 看起来就比较耗时 我们可以随机的选择出来一些特征 来进行一个建立数模型 在这里它有一个Best 有一个Random 这个Best相当于是我们便利所有特征 Random相当于是指在其中的部分 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默认都是一个Best 所以说在这里 大家基本上很少情况下去改这个值 默认它是一个Best就可以了 很少情况下估计大家会遇到几百个特征 这个时候可能几率相对来说都是较低的 然后Max Features也是一个特征 它其实上也是一个事 就是你默认都是一个所有的 然后你也可以指定 我们自己想选择多少个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是很少看着有去选择这个特征的 基本上都是默认所有的 然后最大的一个深度 最大的一个深度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建立一个决策数的时候 比如说你深度为2相当于什么 只选择其中最好的两个特征来建立我的一个数模型 所以说这个Max Features它相当于是我决策数减值当中 那个预减值里边最核心的一个模块 咱们再说这个预减值的时候 是不是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限制一个数的深度 那这个参数就是我限制数的一个深度 如果说你特征非常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不去管这个值 但是如果说你的特征稍微较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设计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呢就是设计的大小啊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值而言 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自己的去便利基组值 比如说你现在有12个特征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最大深度啊 指定乘4指定乘5一直到10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相当于是做这样一个交叉验证 然后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Mean Simple Leave啊 它这个啊咱们也插上面还有一个 Mean Simple Split 它的意思啊就是说 这个值也是我们经常去要设计的 可以说啊就是这有小标号吗 这个4还有这个5 这两个值啊是咱们最常用的两个参数 上面是一个控制深度 下面呢就是控制你叶子节点分裂的情况 咱们可以这么想就是 如果说呀某一个叶子节点 里边的样本数量已经非常小了 这个时候你还让它进行一个分裂 那是不是说它会分就是看起来会分的很纯 但是过你盒的风险会很大呀 所以说啊我们可以加上这样一个限制 就是如果说呀某一个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 它是小于啊 咱们这个Mean Simple Split这个值的时候 比如说你给它设计成一个10 相当于是当前我到了这个叶子节点 正常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分裂 那现在我一看哎里边就只有9个样本了 那一看9小于10 那这个时候啊它就不会进行一个分裂了 也就是说啊这个Mean Simple Split这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通常情况下呢我这个4号和5号这两个参数 是我们决策数当中啊最常使用的 其他的用的基本上都是很少的 然后呢咱们再来看吧 还有一个Mean Simple Split 它的意思啊就是说嗯这个它可以限制叶子节点的一个样本数 比如说这个叶子节点 你如果说当我在进行一个简直的时候 如果说某一个叶子节点啊 勾到完了之后我再进行简直 一看哎呀现在它是小于了我的一个值 那怎么办啊 那我这个东西就会被简直掉了 相当于是它在勾完完决策数之后啊 我现在做了一个检查 看一下我到时候要不要去简直一下我的一个决策数 下面这些啊都是比较不常见的了 一个是设置一个叶子节点的一个权重盒啊 比如说你可以把叶子节点当中啊都设置一个权重 如果说要本的个数乘上一个权重值 小于某一个预值 那这个时候也会被进行一个简直的 然后呢Max Leaves啊 它的意思就是限制最大的叶子节点个数 比如说你限制最大是个100啊不100太多了 最大限制可能设10个吧 最大限制设10个的时候 那还有节点你说它现在已经前面有了10个页的节点 它还能再分裂了吗 这个时候啊它就不能再进行一个分裂了 然后呢Classway啊它是比较常见的 Sk设置当中啊 你可以就是用Classway的这个项来去指定啊 如果说你的一个药本数是不均衡的 你可以指定这样一个权重值 然后呢这些这些都比较不常见 我就简单给大家概述一下 然后到时候大家如果真正的实际运动的时候啊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它的这个API文档吧 然后呢下面就是你的一个这个值是限制决策数的一个增长 就是它是控制着相当于是这个信息增益的一个东西 其实在构造决策数当中啊 我咱们可以用精力系数也可以用商值 然后如果说当咱们就是设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值之后 如果说某次分裂啊小于这样一个预值 比如说信息增益小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它也可以不让它进行一个分裂了 说白了咱们现在讲了这么多参数 这些参数啊都是为了控制这样一个事 就是别让这个数太庞大 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当我在构造决策数当中啊 加上这些参数会使得什么 会使得我这个决策数看起来都会小一些吧 因为这些参数都是去控制这个决策数 哎呀就是这块要别减制了 那块要不就是这块就是变分裂了 要不就那块变分裂了 其实啊这些啊都是防止我们过拟盒的一个参数的 然后呢最后啊最后等咱们讲集成算法的时候说吧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决策数 然后大家可能还听过一个算法叫做随机森林吧 或者是一些集成的数的模型 这些模型当中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个的数 而是有很多个数组成的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N值 这个N值啊相当于是你可以控制一下啊 咱们要建立数的一个个数 等咱们说集成算法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说数的个数这个问题吧